欢迎收听《义士携军》第二百六十六回 这两个女人哪 一个比一个心狠 这两个实力很神秘很强大的女人 真的是很彪悍啊 先前说话的那声音 青龙中这个时候再度带着思思的窘困 阻止 为什么要阻止 千学啊 你我虽是 但是自从化形为人便是女儿之身 这种丑事我们怎么阻止啊 杀了他固然只是举手之劳 但阻止 反正总之是不能出手就是了 大姐说的对 我明白了 我们确实不该出手干预 那清脆的声音竟然是蛇王千寻 此时他也想到了这一点 不由得有些呢不好意思起来 另外 此人虽然可恶 虽然说欠修礼 但是其实啊 还有一些微微可取之处 此却是不必的 先前的那个声音呢 哼了一声 这别的不说吧 那罚天圣果的灵丹交易之事 说不定就要落在他的身上 没听见刚才英伯空说吗 之前的突然出现的神秘人就是他的师父 而根据你们提出的指证 那个人岂不就是信誓旦旦 要用灵丹换取 罚天圣果的人吗 诶 正是如此啊 我几乎忘了 蛇王千寻啊 眼睛一亮 如此一来 可就有把握多了 只是那神秘人实力 确实高深莫测 前次感受到的惊人的威压 至今思之 犹有余计 那份轻人的实力 便是大姐 也未必就能吻胜 不错 当日与那神秘人相会虽短 却并没有真正交手 但是其出手 抹杀力绝天的手段 当真了得呀 为实非我能及 甚至于呢 至今仍然未想到那一首绝技 到底是什么绝招 便是传说中 天人之火的三位真火 只怕也不过如此而已 此等高人 若是能不与之为仇 自谁上将 而我们呢 只要控制住这小子 因其徒 而前其失 那灵丹自然是一定跑不了的 最起码 也是有一张底牌在手的 说话的这个人呢 正是天罚的没尊者 所以嘛 此行万万 不得大意 听说他们这次去东方世家 乃是与有好几件事 但其中之一件呢 就是为了东方世家的始约 我等这次出了天罚 等于是将东方世家之前的誓言 破除了一半了 剩下的 唯有剑锋崩塌雪山这一项 想必也要有所筹谋 但是无论如何 这始终呢 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原来如此 原来老大 您有想到了这么多呀 老大不愧是老大 那我们就跟着他看热闹 看热闹嘛 那倒也未必 或者呢 我们也有机会凑热闹的 激起了一阵气静 两个人不再说话 似乎呢 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般 若是有人在旁边看着 一定会惊讶的发现 虽然传出了说话的声音 但也一直没有人眼出现过 姿势之中呢 两个人身处的位置的树枝 居然都没有摇动过一项 现在的筋墨鞋很狼狈 他一进帐篷 就看到了一个窈窕的身影 愣愣的站在床前 就像是一尊的优美的塑像 管清函 管清函面无表情啊 玉蓉呢 一如既往的冷淡 愣愣的看着床上 手中呢 握着一团布 那是垫在身下的破碎的衣衫 上面有的贞洁的象征啊 他的身上 穿着的呢 乃是原属于针墨鞋的 一席白衫 却颇为的宽大 现在他心细的腰肢呢 更是盈盈一卧 楚楚动人 他的脸色很有些复杂 有些悲凉 有些羞涩 有些惆怅 见到军墨鞋进来 管清函娇去微微一颤 脸上呢更是一红 但是却没有转过头来 脸色接着又变得格外苍白了起来 君墨鞋呢 停在了他的身后 两久啊 两人都没有说话 只是彼此听着对方的呼吸 莫不作声 两个人的身体 只相隔着直尺直摇 但却又像是 有天涯之隔 这一对才刚刚发生了 最亲密关系的男女啊 此刻呢 却像是陌生的 不能再陌生的两个人 帐篷中的气氛呢 突然变得很压抑 异常的压抑啊 良久良久 君墨鞋也不知怎么的 突然呵呵一笑 异常突兀的 一屁股坐到了 管清函身后的木椅上 看着管清函的背影 君墨鞋似乎是自言自语的说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啊 很复杂 而且也很迷茫 完全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甚至于不知道 下一刻该做些什么 管清函听到这儿啊 身躯欲颤 哼 其实我也一样 不知道该怎么办 真正的很困惑 管清函这个时候 不由脑袋移动 想要转过头来 但是就强行扭了回去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能让我一个小女子 怎么办呢 只听到君墨鞋啊 用一种缓慢的口气 将这件事情啊 从头到尾 解释了一遍 管清函 也终于明白了 独孤小义这两天来 为什么行径如此的怪异 听到最后 不由得叹了口气 唉 这件事情 实在是阴差阳错 太巧了 原来自己只是遭了持鱼之殃啊 但君墨鞋又说了下去 随时下了决心 但是我知道 这件事呢 随时意外 虽然是很多个巧合到了一起 或者你愿意也好 你不愿意也罢 事实呢 只有一个 那就是 不管你在此之前是什么身份 也不管你现在承认不承认 现在的你呢 都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这已经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了 这一点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不会因时间空间的变异而改变的 君墨鞋说得很慢 条例很清晰 但是啊 确实也很霸道啊 但这份一呼寻常的霸道 却并没有引起啊 管清涵的反感 反而让他的心呢 莫名的一定 似乎呢 是得到了一份承诺 随着君墨鞋的说话 他的生意也渐渐的坚定了起来 说来做我的女人也未必容易啊 但只要是我的女人 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 去呵护 爱护 保护 绝对不会让你受任何的委屈 或者你现在并没有做好准备 我可以给你时间去考虑的 你我都知道 你和我大哥的婚约 说到底嘛 只是一纸空文 啊不 是你连一纸空文也没有 现在的你再不是我的大嫂了 你只是我三叔的一女 希望你清楚的记住这个身份 以后我们在一起 可能会有不少的困扰 也可能呢 会有许多的流言蜚语 不过这些 你都无比担心 这些呀都是男人的事情 纵然全天下都是这样的流言蜚语 我也可以保证 一句话都不会传到你的耳中 一句都不会 明白吗 所以你担心的事情 其实啊 并不存在 管青涵呢 肩膀动了一下 浑身呢 似乎有些放松 这么长时间以来 相信你也应该明白我的脾气 我不会成为什么大英雄的豪杰 事实上 我本来就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 在这世上能让我在乎的人士 实在是不多 我从来只在乎我的亲人 我的家人 我的女人 我的兄弟 只要他们平安喜乐 其他的就不再重要 至于别的 无论什么天下苍生 什么他妈黎明祸福 跟我君莫邪 全无关系 我实在不是一个高尚的人啊 若是你希望我能开创什么丰功伟计 只怕要让你失望了 因为我真正的很自私呀 注定成不了什么英雄豪杰的 甚至于自私到任何人都不要想着欺负我的人 或者说让我的女人为难 只要有恋的事 那么不管她是谁 都将会遭受我君莫邪 最残酷的报复 包括你们管家家族 因为我在乎人的名单之中 不包括他们 管清涵呢 终于沉不住气了 猛然的转过头来 咬着嘴唇 眼神亮晶晶的 复杂无比 他看着君莫邪平定的脸 却始终呢 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他已经想到这件事情传出去 自己的家族呢 会怎么看待自己 自己啊 会遭受到什么样的白眼 只要想到这一切啊 他心中就是异常的慌乱 那是一种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慌乱 但是君莫邪这段语气异常平淡的话一说出来 管清涵却突然感到心中意涵呢 非但不再为自己担心 而是转为呢 为他们担心起来了 他完全可以想到 若是管家有人对自己不敬 那君莫邪会是个什么反应 再加上之前血浑山庄 逼婚之事 君莫邪对管家的印象 可以说是很恶劣的 君莫邪 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呀 君莫邪很少有正经的时候 但是呢 他一旦正经说话 却从来都代表着一份承诺 这一点呢 在这段时间里边 管清涵已经摸得清清楚楚 但正因为清楚 才害怕 才恐惧 君莫邪板着脸说出来的话 那就是一个唾沫一个坑 说得出 做得到 从无例外 从没有任何人呢 可以改变他的决定 前者面对来自血浑山庄的威胁如是 断言呢 要保护自己如是 相信对自己今天说过的话 也如是 世人 接到我 纯固浪荡 不学无数 其实 我真的不懂女人的心思 也不知道该如何谈情说爱 或许 或许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我应该好好的哄哄你 柔情蜜意花言巧语一番 你真的为我付出了喜桌的代价呀 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 可我 我真的不懂得怎么说呀 我没谈过恋爱 真没谈过 昨天的事儿 亲生 我其实也是第一次 到现在还有点痛 不骗你 不光你难受 我也难受 这现在还有点脚软头晕 也就是对着你 对别人 我真不好意思说 君墨鞋苦着脸 很有点尴尬的意思 管青涵在这一瞬间呢 突然很想笑 他自己呢 也是黄花大闺女 又何尝明白这些事呢 刚经历过了这件事之后 出场乌山大道的他 下面疼痛的要命 自己怎么会想笑呢 可是听见了君墨鞋这句话 就真的就是想笑 这个臭名昭著的花花大少 说出这样的话 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呢 但是管青涵 看着君墨鞋的脸色 却又完全的笑不出来 君墨鞋脸色 虽然怪异 虽然尴尬 但是管青涵能听得出来啊 这句话 他似乎呢 没有说谎 完全的发自内心 难道说 竟是真的吗 传说中 想男霸女 欢迎至极的 天乡第一纹酷子弟 竟是一个初歌 不会吧 若是说 灵悟狐的姑娘 有的还是处子 那还有几分可信度 但是君墨鞋 但管青涵却没有听清楚 君墨鞋说的是金声 或者他听清楚了 也不会明白 这两个字之中 包含着什么 管青涵眉毛一弯 接着又冷起了脸 君墨鞋等了一会儿 见管青涵还是进口难开 但是脸色呀 总算是多少缓和了一些 不要心中一松 其实昨天晚上 我中了药 脑子一天混沌 就知道一个地儿的使劲 其实我本人没啥感觉的 如今想来 可真是太可惜了呀 管青涵万万没有想到 这小子正在一本正经的说着话 突然呢 却冒出了这么一句 顿时啊 羞的是满脸痛红啊 狠狠的脆了一口 君墨鞋这句话 本意呢 就是试探作用 这一向清冷的管青涵 听到自己大着胆子 说出来的衰话 居然呢 并没有怒行一色 不由得胆子一撞 站起身来 就要把他呢 抱在怀里边 管青涵一惊啊 急忙后退了两步 眼泪刷的又落了下来 今日之事 事出无奈 本就是一个错误 我甘心救你 不只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君家的唯一后代 我们两个纵然有了那个错误的关系 但是却也并不代表着 你就可以对我肆意的轻薄 君墨鞋 我们不能一错再错 错上加错 你 你需要对我再次放肆 君墨鞋 这个时候愣住了 他脸色速度变换 两流两久 我终于放了下来 我 你 你一时接触不了 那便以后再说 不过 你 你是我的女人 怎么也跑不了的 回去之后 关于你身份的事 我会尽 金家最大努力 三叔 收你做一女的事 也会大摆宴席 那经常 有头有脸的 都要到场 如此一般的 相信呀 便能慢慢的淡化 再然后 我就一定要迎娶你过门的 谁说要嫁给你了 管清寒是又羞又气呀 没有见过这么霸道十足的男人 甜言蜜语 一记没说 怎么着 居然就想娶过门了 你嫁不嫁 那是你的事 我娶不起 却是我的事 君墨鞋 眉眉一挑 来 美人 辛苦了一天一夜了 来 美人 快点休息休息吧 管清寒脸色 煞食啊 通红一片 接着就雪白如冰 看着君墨鞋 一字一顿的说 君墨鞋 你先要对我 玩弄那些不入流的手段 免得呀 让我看不起你 今日之事 你大可忘却 回去禀明爷爷 他老人家 最会找你算账 我死也不会住在你这里的 君墨鞋 嘿嘿一笑 我说的就是 送你回去休息啊 可没说 让你留在这里啊 此乎这干姐姐 您自己想要歪出去了 管清寒怒目远征 手指颤抖的指着他 你 你这个灯徒子 无赖 哪个是你的干姐姐呀 有有有有 丑您说的 您 您是谁啊 您是三叔的义女 那可不就是我的干姐姐吗 管清寒 去急了一甩袖子 转身就要走 但是一摆目啊 却突然感觉下提一阵 丝里般的剧痛 忍不住身子一晃 勉强地站住了 额头上却渗出了 大颗大颗的汗珠 竟然呢 不能迈步 几乎日整整一天的乌山风雨啊 管清寒一个刚刚破身的柔弱的女子 早已不堪忍受 更何况君墨鞋 昨夜如此粗暴 更加是雪上加霜了 君墨鞋见状的急忙飞身上前 一抚身子 左手伸在了他的颈下 右手回抱腿弯 就像是抱婴儿一般的 将他抱了起来向外走去 别怕 我送你回去 管清寒大惊啊 要是真的这样被他抱回去 自己还怎么做人呢 不禁大力地挣扎了起来 君墨鞋大力地控制住他的身躯 不让他再有烧动 稳稳地走了出去 管清寒羞涩至极啊 将脑袋深深地埋在了他的怀里 也不知是不让人见到自己呢 还是不想让自己见到他人 才已出了帐门 却意外地呢 没有听到啊 半点的声音呢 原来四周尽是空无一人 夜本已深 没人才是正理 管清寒这才稍稍安心 就不禁呢 涌起了被君墨鞋抱着的那种羞涩 耳朵贴在他的胸口 听着他有规律的心跳 不由得神志啊 一阵迷糊 君墨鞋将他送了回去 接着呢 便被赶了出来 苦笑了一声 回到帐中 全力地调动体内的灵气 尽速地恢复体力 总算大少客下的功力啊 日真精纯 只过了半个多时辰 便已经恢复了正常 大少爷站起了身 活动了几下手脚 喃喃地说道 哎呀 今天的事 还真他妈的 就像是一场梦 对 就像是一场梦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 了无痕迹的一场春梦啊 身躯一闪 突然呢 就在营帐中 消失不见了 君墨鞋并没有忘记 自己还欠着一个承诺 一个自己不能失信 也不该失信的承诺 雄开山 贺王贺冲销 人家尽全力帮自己 搞定了血魂山庄这件事 自己可还是欠着他们的约定呢 当然了 今夜就是还债最后的机会 当然了 也是最好的机会 谁让自己的实力本先突然大幅度的提升了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意识挟军 第二百六十七回